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啊 马力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师傅 别细火啊 有事马上就走 好的 马力点马力点啊 快 快 下面有人呢 段哥 段哥 这边来人了 撤撤赶快走 快走快走 撤 站住 干什么呢 站住 快上车 站住 走啊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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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偷土的 是 赶紧回去 告诉张杂 对回去 哎呀 我说你们怎么搞的 光继车号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啊 我就这么点值钱的东西了 了 汤 庄里月月月给你们发工资 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吗 好了好了 我不听 我跟你们说啊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们下个月就别领工资了 又 跟谁嚷嚷啊 越青还没回来 跟谁 Lightning 跟土 就那么点土 谁都惦记着 怎么 又有人偷土了 可不 一大卡车 说拉走就拉走了 这帮看山的人 没有一个有用的 你说雪青 我 爷爷爸妈我回来了 学到什么新玩意儿了吗 学什么呀 这不陪着伟荣逛了一天 才吃完饭回来吗 瞧你 脸通红的 喝酒了吧 没有 就喝了一点红酒 你怎么又喝酒了呀 爷爷 爸妈我累了 我先回屋休息了 对了爷爷 忘了跟您说了 芙蓉姑娘啊 她姓 姓夏 没错 她姓夏 树林 把雪青叫回来 你把她叫回来呀 爸 你没看见她喝酒了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他这些日子 可喝了两次酒了 这样可不行啊 还不是咱爸 没事让她跟什么伟荣接触 我让她接触为什么 我干嘛让她接触啊 为什么 爸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自己丢了土 心里不痛快 没处罚 你干嘛 冲我老头子来 你看你看 又来了不是 我又来什么了 你没听刚才雪青说什么 那个芙蓉姑娘 她姓夏 还有医院里那个老头 他干嘛躲着我 他到底是谁 又是谁给他通风报信了 您整天哪来那么大火气 干嘛冲我一个人发呀 我在城里上上下下 我容易吗 你容易吗 我容易吗 你自己不痛快 你冲我发什么邪火你啊 爸 我 明明是你心里有邪火 往别人身上来 你 你嘟囔什么 嘟囔什么 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爸 您就别跟他生气了 他不会说话 我扶您回屋里歇着去吧 我多余 我干什么都是多余 爸 走 回屋里歇着 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 我 我 爸 我 我多余 爸 你们看 轮胎上的泥 好像是新的 是啊 大家四处看看 好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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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土好像是新的啊 哎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你们哪儿来啊 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干嘛干嘛 你们哪儿来的你们 哎 段哥 这几个小子 你们哪儿来的 一大清早 你们嚷嚷什么嚷嚷啊 你们这土是从哪儿来的 你是干嘛的 你们这土 昨天晚上从我们这儿偷的 放屁 谁从你那儿偷土了 就是 就是 那土怎么都像是新的 新土旧土 在我的院里 就是我的土 新旧爱你屁事啊 昨天你们在偷土的时候 我都记下你们的车牌号码了 今天我问过运输公司了 人家说那几车土 就是拉到你们这儿来了 我看 你一定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今儿一大早 跑我这儿来说梦话来了吧 你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昨晚运的土 今天能长出小树来吗 我看 你还不如说我把你们家的山给搬来了呢 这看什么看啊 这就是啊 你看看什么呀 这是怎么回事 想知道怎么回事 我教你一招啊 听吗 你说 回家问你妈去 她准知道 你怎么骂人呢你 你 你再敢在这儿胡闹我还揍你呢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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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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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再来 滚 再来我打断你们的腿 不错呀 这小子还真有点办法 大哥我跟你说啊 那帮小树 许老板许老板许老板 干活干活去啊 干活干活去啊 干活干活去 小树 你的这些土都是从哪儿挖来的 山上挖来的 怎么样 许老板没想到吧 哪个山能有这么好的土啊 而且连树都一块给挖过来了 这是蒙那帮傻瓜的 你先看看这土怎么样 土倒是好土 我们可以烧出一批好东西来 许老板我跟你说实话吧 真不是我吹 只要你在销售环节上把握好 生产的事根本不用你操心 不光是土啊 我还挖了一批彩绘师傅过来呢 彩绘师傅 这不是咱们正缺的吗 你小子从哪儿挖了呀 快告诉我 你就别问了 我已经让小宝子谈价欠缺了 他们给谁干活不是干呢 好